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 参考经文 问他说 良善的夫子 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 在这里 耶稣给妇人的回答 令人感到非常困惑 首先 当被称为良善的夫子时 耶稣回应说 只有神才是良善的 难道耶稣在说他不是神吗 他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样回应是因为这个妇人 仅仅是耶稣唯一一个普通人 虽然是一个良善的人 但仍然只是人 当妇人站在耶稣面前时 他要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他自己仅仅是一个人 而他也并非如他自己想象的那般良善 终究只有神才可算是良善的 当然耶稣自己是良善的 因为他就是神 但在这里 他并没有刻意吸引人将注意力投在他身上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用良善 good这个字词来形容很多不同的情况 我们说早安 good morning 我们爱吃美味的早餐 good breakfast 看到晴朗的天气 good weather 便出外与好朋友 good friend见面 然而圣经用良善 good这个字词 大多数是指 纯全和圣洁的事物 耶稣这样说的目的 是要指出 唯有纯全和圣洁的神 才是真正良善的 不过 我们既然已经借着基督 得蒙赦免并与神和好 重建了关系 我们便得到能力 去行善和成为良善的人 凡披带基督的义 并为荣耀他而行事的人 有一天将会听到评价说 做得很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父啊 求你帮助我们跟从耶稣 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并且借着你的灵 在我们里面发出能力 来帮助我们行善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 我判断的名队